創意理財竟在運通 歡迎收看古奇來點名 今天又是週末 今天整個大盤往上走 週限收高 最重要的是今天外資 大買了八十幾億 大盤 今天漲了98 現階段大盤應該要怎麼看 在這幾天 美國股市大漲以後 美股頭部的一個危機 暫時化解了 而且台幣目前貶值 也告一個段落了 所以我們在5月初的時候 一直跟大家談到矽金源 談到中環萊德 這些股票 那這些股票 它都是低基期 往上走的 你現在要選擇 由低往上走的 而不是由大漲一段以後 快要衰退的 這裡的去買比較危險 那之前我們也把矽金源的像環球金 像中美金波段出清了對不對 那同時我們在第一檔我們切入什麼 加金跟合金 還有中環跟萊德 那這一類的股票 它從低基期的從低檔往上走 你比較安全 第二個比較容易賺到波段利潤 那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談這兩個族群 那今天中環萊德全部漲停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 大盤未來我認為指數不是重點 台幣不再貶值的話 那這個地方它就是選股不選市 大區間遭錯 什麼叫大區間 我們把它時間拉遠的話 你會發現 它短期內要連續往上走 它有它的困難度對不對 因為這裡整理了相當久的時間 但台幣只要不再貶值 那資金都還在 你要它跌破往下跌破也很難 何況外資來了 所以這個階段 我們說選股不選市 那選哪些股票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選擇在低檔 快要起漲的這一類的股票 你才有機會賺到大波亂利潤 就好像之前我們中美金賺的大波段 環球金賺的大波段 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檔股票 它是很漂亮 它是從底部下構要往上走 這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選擇這種由低要往上走的股票 第一個你這時候介入比較安全 第二個你有機會賺到大波段利潤對不對 我一直跟它談的就是這一個觀念 選股不選市 那我們回頭來再看這一檔股票 這是月K線喔 它是整理了幾年 整理了10年對不對 那這裡慢慢的在這低檔慢慢往上走 那這個是比較安全 它是不是在這個位置剛要走 那這一檔股票呢 它今天漲停 同樣的再看一下這一檔股票 這是月K線 這是月K線 它也是一樣 一路足底對不對 往上走 那這種股票在這裡買 是比較安全 壞到股底的往上緩轉嘛 這一檔股票呢 它今天也是漲停 那這兩檔股票 是哪兩檔 我可以給大家看喔 萊德 中環對不對 大家很不喜歡 覺得看不起這種股票 可是再壞的話 有時候呢 它會比進 甘奶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檔 我們講幾天了 昨天也講 前天也講 它是漲停 包括矽晶圓的部分 我們講到 我出清了環球金對不對 那矽晶圓還有哪一類的股票 還有台勝科嘛 還有合金 還有加金 這幾檔呢 它都是矽晶圓的族群 今天台勝科也漲停 你要抓住整個族群去做 萊德 它今天往上走了對不對 記不記我昨天怎麼跟大家談的 我說萊德漲呢 中環沒有漲 這兩個它是一個敲敲板嘛 我給大家看一下中環 你就會發現 中環在這裡往上走 萊德沒有漲對不對 萊德往上走 中環前幾天也沒漲嘛 所以前幾天在這裡買 買中環是不是剛剛好 它今天創新高漲停嘛 那你是不是往上走 那這種這麼超級熱門的股票 它今天成交幾張 十一萬八千張 十一萬八千張 不管你是賞戶 中石戶大戶 都買得到嘛 十一萬八千張 那萊德呢 有一些股票 蠻類似的 大家去想一想 就是被動元件 它可能今天 它拉台國巨 明天 拉台像和聲堂 一檔一檔對不對 彼此拉台 那這種概念 就跟中環跟萊德是一樣的 那你抓到整個族群 你就比較容易操作 那矽晶圓的概念也是一樣嘛 矽晶圓的族群呢 環球金 台勝科 合金加金對不對 中美金因為轉投資 環球金五成 所以它也算 那這些股票裡面 它的概念是什麼 今天台勝科最強嘛 那欠一天加金嘛 再往前推是合金對不對 那環球金已經大漲一大段了 當然它還沒有做投 但是我會建議呢 找一些比較低檔的股票 往上走會比較安全 這是一個族群對不對 被動原件 矽晶圓 都是屬於原物料嘛 矽晶圓公布一求到2020年 我們不要看那麼遠 至少今年到現在為止 它的價格 還是公布一求 還可能調展嘛 就跟被動原件族群是一樣的 那你要去注意這種原物料 被動原件這種族群 它的族群效應 包括現在石油漲了 油價漲了對不對 今天什麼漲 台塑化嘛 台化 台師化對不對 這一類原物料族群你要去注意 那現階段來講呢 大區間操作 旋骨不損事 外資回來了 外資回來了 那你要怎麼做 就跟之前啊 我說中美金 大賺波段 出清對不對 你要去想一想 在四月底我們賣掉的時候 多少價錢 中美金現在呢 它還是維持在這個價位嘛 但是你要去想一想之前 像鴻海等等 很多電子股 它都是往下重挫的 那一來一回 差多少 那這一類的股票 為什麼我們賺一大波段 很簡單的理由 最後一點時間跟大家談一下 因為你從月K線 去找出一個大底部對不對 往上走 你就有機會賺到波段嘛 這裡從50 60 70 80 90 100 到現在140嘛 它是不是來到這個地方了 這地方多少 146 現階段呢 也差不多在這裡嘛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然後這裡把它出清 出清了以後 它還是在這高檔位置 它整理完了 它有機會再往上走 那時候我們再來買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做多 你要懂得買 你要懂得賣 賣掉以後 重新再佈局 重新再卡位嘛 我們這一段 大賺了以後呢 我們再重新卡位 類似像矽金元的 像佳金 合金這一類的股票 那或者呢 像中環萊德 像中環今天開高 還沒漲停 我們就收據報 那這些股票的優點在哪裡 這是萊德的月K線嘛 這是中美金的月K線 當初沒漲的時候 我在這裡跟電影上大家講 大家可能不相信對不對 它會漲到這麼多 它是來到這個位置 那萊德呢 我們慢慢看嘛 它是會來到這裡 還是來到這裡 還是更高 那不管它 那你低檔卡位 你現在就是做較獲利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它日K線 它往上出現急漲 那現階段呢 如果你錯過矽金元 錯過中環萊德這一類的股票 我要跟大家談 類似像中環 這種月線足底的股票 這種月線足底的股票 像中美金 這個也是月線足底的股票 你要不要做 這兩檔是我們下禮拜 要佈局的股票 也是一樣 重挫月線足底對不對 重挫月線足底 如果你錯過了中環萊德 或者錯過了像中美金這種大波段獲利的 或者你操作不是很順利的 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把電話撥通 我們推出母親節專案 我們進廣告謝謝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溫馨五月天 運達頭顧祝全天下偉大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特別推出感恩優惠活動 今天入會全面五折大回饋 五折大回饋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感恩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好看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店02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選擇你的網路 而拍氣密窗 歡迎收看古奇來點名 我們一直跟大家談到 底部足底的股票 現階段我們再看一下大盤 現階段 台幣不再貶值了 美股也上來了 所以我們之前在4月份的時候 因為外資會出資金 我們出清了多單對不對 包括波段的短線的全部都出清 那5月開始台幣貶值的暫緩了 我們現在開始佈局低位階的股票 像中環萊德矽金元這一類的 我希望你跟上腳步 如果你之前沒有跟上的 你現在你務必趁這個周末跟上腳步 因為下禮拜要帶會員去佈局 兩檔低檔足底的股票 那目前你手中的操作的股票 事實上這個地方 有很多大跌的股票 也有很多大漲的股票 我昨天跟大家談到過 你要去注意你手中股票的位階 像被動營業族群 它就在這個位置區 它昨天漲今天就跌了嘛 那這些族群大漲一斷了 在這裡買 有風險 有風險 什麼風險 你追價的風險對不對 那不小心掉下去 它繼續有紅海 多少人追在最高點 然後往下掉 掉到這個地方 底部還不明確 但是另外一檔的大力光底部 就比較明確了 它在足底了 那有機會呢 我們一樣壓回 我們會找機會去做個切入 如果它來到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會進場 就跟中環來得 合金加金是一樣的 那你要了解你手中持股 是在哪一個位置 還有現在原物料族群 因為被動元件效應對不對 它什麼效應 它好幾檔股票 彼此拉抬 然後它的股價 缺貨中對不對 不斷的調升 那矽晶圓也是一樣嘛 那我會建議你不要去追價 這種大漲的股票 那矽晶圓的股票 有一些還在谷底的 你就可以去佈局嘛 像合金加金台申科對不對 這些都是足底向上的 很適合大波亂操作的股票 台申科今天宣布減之五成 馬上漲嘛 那台申科漲了以後 合金加金會不會漲 環球晶呢 它今天又往上走 幾乎創新高了 環球晶我記得我賣在540 它今天來到530 它一樣在高點 四月底到現在大盤拉回 它完全不受影響 你要抓對哪一個族群 適合你去操作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像合金 這是5月3號對不對 那合金會後來呢 它有上去 加金也上去 合金拉回 加金繼續走對不對 這檔股票的問題在哪裡 它經過整理過對不對 這裡是一個小WD 那這裡是突破下降壓力線 那這種股票你買起來 你是比較安全 加金也是一樣嘛 加金是一個頭肩底的架構 它是往上噴出 這是5月7倍呢 它已經在這裡看不到了 所以我說現階段呢 它是選股不選市 那這些股票的走勢 跟大盤它有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太大關係嘛 今天這檔股票漲 有很多股票是往下跌的 這是5月7倍 這是5月10倍對不對 那這是環球晶 它是一路往上走 從250我們切入對不對 300、350、400、450、500 我記得我在500市這裡 有賣對不對 它今天縮盤多少 它今天這裡往上走 大概530 這個叫方向向上 當初在250的時候 環球晶是在這個位置 這一段 這一段是最甜蜜的對不對 你要賺的就是這一段嘛 買進出青了以後 你再找其他股票去做一個卡位 一檔一檔做 不是所有股票都在漲 這裡選股的難度相當高 你要選擇在低檔佈局的 如果你之前沒有跟上腳步的 你錯過的 我希望你不要錯過了 月K線足底的股票 這兩檔我們準備 下禮拜 要做一個佈局 把握機會呢 把電話撥通 趁這個週末 下禮拜我帶你進場 休息一下 避震了 避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溫馨五月天 運達頭顧 祝全天下偉大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特別推出感恩優惠活動 今天入會 全面五折大回饋 五折大回饋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感恩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 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wn line 鵝排氣密窗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像貿易 它去年簡直八成 再加上私募 它也是一樣 從低檔往上走對不對 這個叫做 我跟大家談的 這叫從這裡往上走 那目前來講 你選擇低位階的股票 相對的會比較安全 那貿易今天拉回 我照樣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另外呢 我們再看這一檔股票 這是周K線 這個也是一樣 足底往上走對不對 大盤目前大區間操作 不是所有股票 它都是足底往上走 相對的有一些股票 它是盤頭往下跌的 所以選股不顯示 你一定要了解 你手中股票 目前的一個位置 它是在哪一個位置 如果在這個位置 我希望你多擔出清 如果在這個位置 不管你賺錢賠錢 我希望你停損不要碰 那類似像這種股票 足底往上的 你就應該去布局 它越往上量越大對不對 這是周K線 那日K線就是這樣子 一檔一檔 它是往上創新高 它是往上創新高 它走勢跟大盤有沒有關係 就跟中美金這樣子 一路往上走 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到百十 這種大波段的股票 如果你在低檔卡位買進 你能賺多少 我就會帶會員 在低檔買進 大撞波段 我們再看一看 這是中美金 為什麼我會買進合金 這是越K線的大底對不對 為什麼我會買進加金 因為它整個矽金岩族群 都是向上的 一檔一檔輪流往上走 那我不建議你去追價 但是押回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台勝科 它是不是底部型態 我花很多時間跟大家談什麼概念 談你要卡位低位階 足底向上的股票 這才是你目前需要的 那你目前的股票 如果是盤頭的或是盤跌的 還沒有足底 我希望你做換股的動作 尤其盤頭的股票 它相當的危險 這些是不是足底的 你自己去看 它為什麼 能夠賺到大波段 加金為什麼 這樣子就往上勾 一個頭筋裡架構帶量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很輕易的很輕易的做叫合金 我要談的是一個操作概念 我帶你低檔卡位 我帶進我一定會帶出 我講過現階段 很多投資人 電子股套牢了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你會買不會賣 或者你的老是帶進不帶出 獲利股你要懂得賣 你才能落袋為安對不對 就算你賠錢你要果斷停損 以免災情擴大 4月份的時候 是不是大波段 賺了100多塊 後來掉下來 環球金當還在高檔 中美金也還在高檔對不對 包括被動一間的信倉店 我說之前你沒跟上的 你現在要跟上腳步 這一檔你要不要操作 這一檔你要不要操作 下禮拜我帶你進場 這是4月份 我們波段大賺了股票對不對 如果你操作不順利的 把握機會 趁現在 我帶你佈局低檔卡位的股票 謝謝大家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溫馨五月天 應答頭顧祝全天下偉大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特別推出感恩優惠活動 今天入會全面五折大回饋 五折大回饋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感恩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應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您好 我是王浩 肯請支持好議員再出發 台北市議員初選 中山大同名調 請唯一支持王浩 中山大同名調 我們不是開戶 請麻煩您提供實質受益人資料 開戶目的及用途 這台灣真麻煩 不 這是國際規範 金融機構 律師 會計師 都是洗錢房治的守門員 我們把關 減少人頭賬戶 才能保障民眾的財產安全 讓台灣的金流更透明 請您配合洗錢房治措施 金流透明 世界好評 有主力買的股票才